你们说这一次 嘉宁跟秦医生 异国他乡 帅哥美女 或者是擦出什么火花来 这条山是不是要回来 什么意思 刚才他微信问我 问总公司对他的辞职报告 有没有批页 异国他乡 帅哥美女 他们的确擦出了火花 什么意思 以前遇到问题我总是逃避 以后我不想这样 我要回去和你们并肩作战 我要洗心革面 去过一种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 哈喽 邱小姐 有位小姐说在楼下的咖啡厅等您 我们有预约客人 他说他叫茉莉 这么说您就明白了 知道了 有什么快快说吧 这么晚了我要休息了 我是来跟你说我哥的事的 什么事 聊私事还是公事 私事的话 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也没有必要聊 公事的话 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说 我哥自从回来了之后 整个人都很痛苦 我知道你还爱他 我哥当初离开你 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他现在每天泡在赌场里 整个人都快废了 邱佳宁 我哥真的很爱你 他对你的爱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 哪怕是向南离他而去的时候 他都没有这么痛心过 说完了吗 我很好奇 你不是喜欢周小山吗 现在又是什么原因 要你来着跟我说这些的呢 曾经我也以为 只要爱一个人 不管他以前怎么样过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行了 可是周小山兄他的行动告诉我 一个人是很难摆脱他的过去的 你有没有想过 他摆脱不了他的过去 是因为没人给他机会 你觉得你爱他就能拯救他了吗 哪有这么简单 你们不可能活在爱情的真空里 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其他的事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因为周小山回来了 因为你的继母暗示我 我没有资格跟邱佳新做朋友 我没有学历 没有父母 你阿姨一直觉得我是贪图你们家的利益 纵然佳新对我栽好 这种歧视之下 我还怎么继续跟他做朋友 但我也不想这样 没人想生下来就这样 我们也向这个世界伸出过手 跟这个世界说 拉我一把吧 可结果呢 世界给我们的全是巴掌 久而久之 我们都习惯了 哪怕真的是有人想帮我们 我们也害怕了 退缩了 他戒了 这个时候想帮我们的人呢 就会觉得我们很不识趣 伸出来的手也就瘦过去了 邱佳宁 算我求你 你能不能 再向我哥生一次手 也许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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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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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